年关禁房萧小要特别注意贵重财物 千万别留在汽车或机车车厢内 尤其这种状况在外出采买年货时 民众容易为了一时方便而疏忽 却让小偷有机可乘 对此警方也提出了呼吁 来市场消费的民众表示 之前太过粗心 将皮包财物放在机车的置物箱 结果一离开机车几分钟 就被歹徒偷走 有时候连挂在车上的物品也会被拿走 所以现在都会特别小心 将皮包带在身上 支付箱里面你也会放在车上 对啊 放在车上 不可以放这样就不安全了 你怎么放在车上 放这种车子放在车上也放在里面 也几个成功了 后面的买了 后面的买了就不敢放在车上 那个包包会放在摩托车里面 会 会哦 不怕被人家脱吗 下来就带下来嘛 对啊 怕被脱啊 要买东西啊 钱包要带出来啊 带出来啊 对啊 不然很容易被偷 对啊 对啊 支撞啊 我后面要包水轿 要四五斤的豬肉 结果水轿皮皮 没偷偷 是啦 偷偷 豬肉都跟他干的走 宜蘭分局表示 过年快到了 民众购物的机会增加 往往不小心将财物 遗留在车上 也给了小偷 作案的机会 而分局目前已经知道 作案的对象 正在积极查气 也提醒民众 最好随身保管贵重物品 农历春节将界 希望民众到市集或是大卖场去购物的时候 在停车的时候 不管是骑摩托车或是驾驶汽车 第一个一定要把摩托车 要把钥匙拔起来 那汽车一定要上锁 另外摩托车的置物箱 千万不要放贵重的物品 那汽车的汽车内 也不要将财物 包括皮包跟手机 都放在车内 以免让财徒有可乘之机 在这边希望民众能够多加注意 宜蘭兄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